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虽然摩羯讨厌别人的恶意重伤 但是自己却是经常伤害到别人 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 但是摩羯其实本来也是无意伤人的 但是无形之中说出来的话 真的是句句说别人的痛楚 三 摩羯其实心态并没有很好 他们就总是想堵这一口气 但是往往这样就会衍生出更多的气 然后越想越气 日不谈恋爱的摩羯想怎样就怎样 即使是女生也是非常强势 他们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事业和生活上 但是如果他们一旦谈了恋爱的话 那那个坚强独立的摩羯就不复存在了 你能看到的就处处都是软肋 五摩羯总是很容易跟自己过不去 但他们这种跟自己过不去的方式很特别 别人是因为想不开才跟自己过不去 而摩羯是因为想得太开而跟自己过不去 六摩羯只要是被各种负面情绪缠身 之后都很难从这里面走出来 需要有人开导或者逗他们开心 不然他们是不怎么具备这种自愈能力的 七摩羯一旦脱离熟人之后就会想要独处 但是独处旧了又会变得很压抑 也是个纠结的人 他摩羯总是在爱情中赌气 尽管最后赢了 但是却对爱情再也提不起任何兴趣了 其实也没什么好自怨自意的 都是自己做的 好 来自门等我到这里 我把你有任何想法 都可以在留言 去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